空中巴士在巴黎航空展上宣布 将于2023年推出世界上航程最远的单走大客机 A321XLR 此款飞机可提供叫A321LR 更远15%的航程 来到8700公里之谱 这距离足以从台北飞往澳洲东岸 例如穆德本、雪梨等城市 也可从欧洲飞往北美及中亚 此外因应在有量的增加A321XLR 也强化了着陆架和精益配置 让其拥有与其他A321纽家族成员 类似的潜飞行能与推力需求 到目前为止短短期天321XLR 已获得许多订单 包括中东航空、杰兰航空、WizAir、AndiaGo及澳洲航空 都已跟空中发释签约 另外美国航空也表示有意愿购买此机 使航空公司可以拓展更多运量较低的远程航线 有助于旅客减少到目的地币的转机次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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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